美国能源局太阳能科技办公室,在过近日小课大学与研究室提供研究经费,希望可以研发出高效低成本太阳能整合技术。 其中的州大学奥斯勤文校科克雷尔工程学院获得300万美元资助,将太阳光电和储能系统整合在一起, 又望将太阳光电储能安装成本降低50%,如要打造太阳能储能系统,太阳光电的与发电机案的储能系统连接, 也就是说,太阳能储能系统只是将两个独立设备连在一起而已,因此机器又昂贵又笨重,储存容量也不一定高, 而德州大学技术关键是模组化,多丰盲,多不,可用于通用事业规模的中等电压,碳化规逆电机M4 Inverters, 能将太阳能法产生的直流电,转换成中电压交流电,可以期待登前又贵又笨重的60赫兹变压器。 科克雷尔工程学院半导体电力电子中心负责人Alex N,表示, 团队的太阳能储能解决方案不仅可以降低投资成本,还可以运用多功能优势降低经营成本, 多功能系统也可以让电网接收更多太阳光线电力,并大大减少减息性能源对电网影响。 2030年将太阳能储能成本降50%,美国洛基山研究所先前也指出, 可再生能源可靠程度,以及能与传统电厂相比拟,电力也可能更为便宜。 如果美国能源不辞助专案,能获得预期效果,预能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提高。 目前调制亚理工学院,北卡罗赖纳州立大学,埃肯斯大学, 哈里兰大学学院是分校,华盛顿大学, 维吉尼亚理工学院,济州立大学, 河德州大学奥斯庭分校,甚至是像树林国家实验室, 都有参与第一波格图共2000万美金资助。 该研究专案目标是在2030年,将太阳能储能成本降低50%, 总体研究将分为两领域进行。 专案首先将重电放在太阳能密电器技术, 透过降低前期成本,提升太阳能电池寿命与效率, 降低制造成本,最后把整体能源成本降低。 第二个研究领域,则是增强电网弹性与提升整体电力设计, 包括将太阳能与助能系统整合, 或是让职员可以门线上操作与维修, 停电时可以让电网更快速恢复供电。 Zeko指出,透过提升太阳能和电网之间连接点, 来提高电网可靠性和灵活度, 并利用新型且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设计, 让太阳能电力不再是间歇性能源, 储行业资讯,穿未来智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